好,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房车里 这是在昆明的一个星期天 今天我们在这里修整一下 昨天去昆明 一个抖南花市 买了好多花 昆明的花市是非常发达的 大家可以从视频里看到 人山人海 而且各种各样的鲜花 对,它还有两场 一场是在晚上 夜市 还有一场在凌晨 凌晨一点左右 白天就买这种种植的花 对,对 鲜切的话是在晚上 然后我们买了很多 就这种是兰花 这个是郭先生比较喜欢的颜色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整个车里 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车里目前的状态 花到处 这个桌上 这里又是花 然后还有 还有这里 好,小贵给大家讲一下 我买了些什么花 这两颗是兰花 然后这是郭先生比较喜欢的 这个就是仙切花的小树菊 我觉得比较喜欢 在上海经常买 那一把 说非常新鲜 看着非常治愈 这个是马蹄莲 马蹄莲 这十支吧 才八块钱 小树菊也很多 也是好像是八块钱 七块钱 那个是融线菊 颜色特别好看 而且有一种香味 就那个菊 菊花叶子的香味 然后下面是 这个是两盆是绣球 单半的绣球 这半是 这个是副半的 副半的 哎,这个是单半的 单半的是郭先生 特别喜欢的颜色 这个颜色 嗯,还好看 刚才已经出去 晒过太阳了 对 香味葵 香味葵 很漂亮 香味葵 是五块钱 啊,这里才五块钱 五支啊 五块钱五块 这也是一个马蹄莲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马蹄莲 分了两瓶装 是吧 好,这是我们原来的 春雨 春雨是我们从上海带过来的 越长越好了现在 嗯 好,就这样 昨天我们帮她买了营养液 嗯,我们的花 今天要分给 分点给我们邻居了 太多了 哈哈 我们花瓶都没带那么多 是为一个车友明媚借来的 对 都没地方插的 插完之后也没地方放了 哦,是太多了 但是 昨天还有很多花我喜欢的买 郭先生比较理智 不让我买 实在是 没地方插 毕竟是房车嘛 是吧 对 然后我们还在行政当中 嗯 这里的花呢 是开了眼界 然后呢 这个太新鲜了 种类也太多了 就是可以逛一天的多类类 因为实在是种类太多 就是 太好 特别漂亮 你逛花室的时候 心情会特别愉悦 对 就光这种兰花 就各种颜色 各种样子 还有那三角梅 各种颜色 那个多肉也特别多 多肉开的话可漂亮 对 我看你 今天我们准备泡个白茶 就是白牡丹 这是2013年的 2013年的 散茶已经装成了泡袋 就这种装成泡袋 这是五克一代嘛 正好就是一泡茶 它比较方便 就不需要用小秤啊 什么秤 而且这个茶已经有年份了 是2013年的 也不需要再放在一起转化的 因为转化的非常好 对 这款茶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泡出来那个口感 那个花香特别浓 含一口在嘴里呼吸一下 哇 满满的花香 特别好 这个就这样特别方便 我先温一下杯 泡所有的茶都应该温一下杯 好的 滚烫的水 今天星期天啊 我们利用这个 修整一下 然后呢 编写视频 做一些平时没有来的 就是完成的工作 嗯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房车日常 我们的节奏和一般车 有时不一样 我们不是存玩 所以呢 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工作 然后我现在呢 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看一个房车的环境 已经是变成一个花园了 我们的朋友们 还能做一个房车子 我们的节奏和一般 我们看到这一样的房子 也会纷迹 都可以有一 band 我们的节奏和一样的 我们的节奏和一般